我看了林志堅前市長的這個四點聲明 其實真的是有一點覺得很奇妙的是 好像林志堅前市長覺得他自己是局外人 市長就應該要解決問題 對這樣的說法有什麼看法 還有未來如何解決鄧同志堅的聲明 我想我看了林志堅前市長的這個四點聲明 其實真的是有一點覺得很奇妙的是 好像林志堅前市長覺得他自己是局外人 那其實他呼籲說要解決問題 我想大家都希望說把問題解決 但是我想他應該也不會忘記說這個問題是誰製造出來的 所以我想既然現在目前我是新竹市的市長 我們就一定會一肩扛起後續所有的改善 以及勇敢的來面對我們後續可能的 包含訴訟跟求償的風險 但是我也希望製造問題的人 應該不是單純去監督別人說要解決問題這麼簡單 那我想其實這所有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希望說所有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真的有一些違法的事實 我想這應該也是林志堅前市長也不需要勇敢面對的事情 林志堅前市長他在臉書的最後一點 我特別提到他也希望你可以誠實地面對這個社團處理會的爭議 然後不要用我這個棒球場來轉移焦點 你怎麼看 我想現在棒球場的爭議 不管是選前選後或者是我當選之後 都是我們全新竹全球部的球迷甚至全台灣民眾大家關注的焦點 所以我不太清楚說他所謂的轉移焦點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想今天我們在棒球場這件事情上面 希望能夠給市民朋友甚至是球迷朋友甚至是全台灣民眾一個交代 我想這就是現在大家最關注的焦點 詢問一下市長今年舉辦了2023新竹過好年的活動的內容及主題是 好我們今年新年這個2023年新竹過好年的活動呢 其實這個過好年活動一直都是我們新竹市民朋友非常期待的活動 尤其這一次我們在護城河邊用了六件的不同的作品 那點亮了整個護城河 而且這一次的參展的作品呢都非常的各具特色 包含像我們看到的東門城整一個萬兔順利的主燈非常的可愛 而且有許多民眾已經迫不及待來到這裡跟著我們的主燈 一起來拍照留念 那同時沿著護城河我們也有包含像是清大的團隊 東門國小的團隊 其實大家都各展巧思 而且運用了許多互動的科技 還有包含LED等等的素材 讓我們的整個護城河的這個旁邊呢 其實都有許多的民眾可以去跟這一些點燈作品來進行許多科技的互動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期待這一次為期一個月的這樣子一個東門城的點燈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濃濃的能界氣氛 那第二個 針對棒球場由於施工廠商還會提過改善的措施 並還進行完工的時間嗎 目前的話我們其實正在緊鑼密鼓的來盤點所有在棒球場中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缺失 那昨天也在記者會上面跟大家報告過 目前呢 盤點出來當然有152項的缺失 那目前改善的進度我們也需要在一項一項的來跟廠商來進行相關的確認 那當然昨天其實我們發現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整個 我們廠商呢去交付的這個土壤的積配 這個部分是已經明顯的違反了我們當時的一個合約的一個計畫書上 所載明的土壤積配的成分 而且目前呢也高度的懷疑說可能會有這個所謂的零件廢棄物在裡面做傾倒這樣子的一個違法的狀況 所以呢在今天早上我們的市府發言人也代表市府去檢調來提交相關的證據 因為畢竟檢調現在已經在對於放球場的相關疑慮已經立案調查 那我們這一次的提交的這個證據的實務 也是希望說讓檢調他把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施政也能夠考慮進去在他們的偵辦程序當中 可以一定的來進行這個相關的偵辦 所以在這部分的話也是我們近代說檢調這些相關的偵查程序 可以讓市民朋友們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底放球場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式的零件廢棄物會出現在我們幫球場裡的土壤 而且不含說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整個幫球場花了12億的公帑 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大家需要好好重視的事情 那關於後續的相關的缺失的改善 以及跟廠商之間還有我們點交OT的廠商龍來之間的一些相關的合約 還有一些我們講過可能後面會有求償的風險 這一些我們都會努力來盤點的時候來再向市民朋友做報告 字幕天 Open